来看第七个概念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题目 课本上大家都从这个例子开始 但我们前面有讲了很多 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大家的基础 第七个概念叫多向式除以多向式 x平方加3x加4除以x加1 这个怎么除呢 我们先把它写成这个除式的样子 写成除法的样子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们之前学到的呢 都是除以单向式 现在呢你这个除式的地方呢 它有两项 那怎么办 两项很简单 第一步骤呢 你先要把它排列好 排好哦 这个被除式里面呢 里面是按照降密排列 你外面就是按照降密排列 先把它排好 排好之后你就要开始除 请注意一下 我们就看最左边 最高次的这一项就好了 你就找这个就可以了 x要乘以多少会等于x的平方 你想想看 x乘以多少会等于x平方 很清楚x要乘以x 会等于x平方 第二步骤 第二步骤就找出这个商 然后猜猜看 找到之后怎么办呢 找到之后就开始乘 请注意一下 这时候呢你要用x乘以x 叫做x的平方 好再来请注意哦 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里呢 这里有两项 所以你乘完这个x之后 你还要再乘以这个1 x再乘以1 就等于x x乘以1等于x 那这x乘以1要写在哪里呢 x乘以1要写在哪里呢 你不要忘记这个 这要写在哪里 x乘以1乘出来是x 所以你要把这个 这个耳眉项把它对齐 写在x这个下面这里 好那这个把它连起来写 所以这边呢 你不要只写一个x 这叫做正x 那事实上它是省略掉一个1 它是省略掉一个1 这个1呢 省略掉了 它其实是加1x 好咯 乘完了 画一条线 用减的 第一项一定可以减掉 这一定可以 这边一定是减掉的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 呃 这个除法就做错了 那再来这里 3-1 3-1多少呢 3-1 是2x 这里呢 老师再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 找到商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用商呢 去乘以除四的每一项 刚刚我们找到这个x 先用x乘以x 因为它等于x平方 再用x呢 乘以1 等于1x 画一条线 减掉 画一条线减掉 好了 接下来呢 有同学问说 诶老师那接下来 还要再除吗 还要再除吗 很简单 你判断一下 于是这里 现在是2x是一次的 这里也是一次的 我们说于是算出来的 这个次数 要比除是小 这个除是是一次的 所以你于是算出来 应该要只剩下0次 0次就是只剩下一个数字 所以这时候 还没除完 还要再除 再除的话呢 就把4拿下来 好了 你还是猜猜看 x要乘以多少 猜第一个 猜最高次的那个就好了 x要乘以多少 才会等于2x呢 很简单 那就是乘以2 那你不要只写2 你写一个正2 找到这个正2之后呢 用这个正2 去乘以 这个除式的每一项 2乘以x 2x 写在这个地方 把x项都要对齐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 2要乘以1 正正得正 212 画一条线 减掉 请注意 2x跟2x 这个一定可以减得掉 一定会减掉 而且必须要减掉 那再来呢 4-2 4-2 4-2 就等于2 那等于2 这做完了吗 最后你要判断的是 于式的次数 是不是会小于 除式的次数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于式 这里是于式吗 于式是几次呢 于式是零次 只剩下一个数字 这是零次 那这边的除式是几次呢 除式 最高次是x 这是一次 于式的次数 比除式的次数小 那表示做完了 所以这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最后一个步骤 叫做 判断于式的次数 小于除式 然后呢 这个做个验算 跟写答 这个验算呢 我们后面的影片里面会说 那这时候呢 你就写一个答 答 商 商或者是写商式 叫做x加2 于式 于式是一个2 有人说老师 这个2是数字 要写于数吗 其实2呢 它也是一个单向式 所以呢 它也算是 只有一个数字 它也是多向式的一种 所以你还是写于式 于式就是2 于式的次数0次 小于除式的次数一次 我们这个题目就做完了 那到底做的对不对 怎么样验算 后面的影片会再跟大家说明